不管是救國團 還有龍天水利會 還有促轉條例等等 他上台之後 對於清算卡位 絕對是一把兆 拿著手腕痛批 向來平和的司委會 今日不太平靜 來律各自假期動員 為了財團法人法修正案中 接收日產條款 陣風相對 所以他只要出51萬 他就可以拿回來 八十億的整個資產 各位這個不是搶劫是什麼 轉型正義的矛頭 掀起遍地瘋狂 如今民進黨政府對準 台唐協會 電信協會 與郵政協會 打算以當年接受日產捐助 作為民意收歸國有 看上的正式上達千億元的 龐大資產 論集堂協 在台北市精華地段的資產 最有名的莫過於 仁愛路二段的紅幫皇家 其中光是139坪的辦公室 總市值就高達1.4億元 作用精華地段土地卻成了劍拔標的 像是唐協資產清澈中 南京東路上的洛基大飯店 市值就高達20億元 而位在高雄橋頭40公頃的 都市重劃地 市值更上看256億元 此外包括電信協會 郵政協會 光是不動產 因為涵蓋大台北的精華土地 總市值動輒百億 三個單位加總上看千億元 訴求監督修法合情合理 但同盤納管卻又過於政治算計 被萊茵戳破貪圖豐厚 有水洞機的綠營 難排綜藝也只能站起休兵 借劉亦廷張宇軒SN小組台北